大家好,我是屎尤高 那這個上次黑客松的時候有提了一個計劃 叫做PIE身份竊盜行動2035 後來討論之後我們把它改名叫做 IE Dystopia 2035數位身份大冒險 那它要做什麼事情呢? 基本上先講一下它的整個架構 它基本上是12月的一個藝術展 那這個藝術展是一個蠻大的project 叫做Lab Kill Lab 那這裡面有五個不同的project 然後其中一個project裡面有更多其他的project 然後這個Volking Pyrogene就是其中的一個station 那Volking Pyrogene裡面呢 我們就承接了做了一個 跟數位身份有關的這個主題的藝術展覽 好,那這裡有一些background 這邊大家可以參考 那基本上我們要講什麼事情呢? 就是現在內政分要推行的這個數位身份證 以及一連往後連下來的數位人權的這些問題 那因為這些論述其實都很硬 那大家的過去十幾年到二十年的討論 其實就是說有點難推進 就是大家一直在就是蠻對立的 就是說OK,要保護人權跟這些方便性的事情 好,那所以我們就想說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 就把它變成一個遊戲 然後去想像2035年的時候 然後這些數位身份的這個科技啊什麼東西 都已經在大家日常裡面 大家其實已經backtrack 事實上現在就是backtrack 那所以我們找了一些角度來切入 譬如說為了減能減碳 你的碳足機都backtrack 你如果超過什麼東西就不能做什麼事情 等等的 有點像現在這個 像中國的這個信用評分之類的 好,那總之我們就是有一些假想的scenario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遊戲 那最後呢,存線上會是有一個線上遊戲 那在現場可能可以有一個特殊的版本玩 然後現場會有一些展覽 跟一些對談 好,那所以現在議題背景就是現在這個 Ungoing的這個數位身份證的這個議題 好,那我在gmyslab eid有相關的討論 跟這個idistopia的討論 好,那所以目前來講 Narrowdown這個故事的設定是 你會選某一種角色 然後這個角色在遇到生活中 從各種被tracking的frustration 就是譬如說一直有廣告冒出來 等等等等 然後就會覺得很煩 然後就會進入一個秘密 去瞭解更多的細節 好,然後我們設計一個比較互動性比較高的 就是可能是一個綜合抗議的場景 讓大家可以在線上直接用遊戲的方式呈現 那目前大家已經做到一個階段了 大家長這樣子,有點像2D chat 好,那今天需要的重點就是說 請大家試玩 然後王子在這個專案的上面 就idistopia的online 那我們今天要把這個故事線跟這個東西補完 然後可能對後面實體展覽有更多的討論 好,那目前這個專案有 這邊這些人參加 主要是我跟EFA 然後前面有順領 然後遊戲設計 有Shunk Steamy 心得 然後視覺設計 有這個 小月 然後Stella 實際財產 目前還在rework中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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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